對 YA YAPPY YO 我們愛心的調味 甜甜狀在裡面 那幸福的滋味 就在料理甜甜甜 歡迎收看 料理甜甜甜 我是香噴噴的主廚 香師傅 我是最會幫我們的小廚 愛子 一起先來看看 不能不知道 我想問說我的小孩便便都是又粗又硬 然後都是三天才大一次 我要給他吃什麼才可以改善這個問題呢 因為真的令我很頭痛 便秘的問題 真的不是只有大人才有的困擾 連小朋友都會有 那大人跟小朋友解決的方法會一樣嗎 很難講耶 那我們趕快來聽聽專家怎麼說 如果一般來說 我們家裡的小朋友有便秘的情形 我們通常會建議兩點 第一點就是要豐富的蔬果膳 蛋糬纖維的攝取量 顏色越豐富越好 譬如說紅色的話 紅蘿蔔 大番茄 黃色的話有黃椒 綠色的話 你可以選擇一些像菠菜這些的食物都OK 另外第二點我們會建議 一定要有足夠的水分 小朋友我會建議 每天要大概攝取1000CC以上的水分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不愛喝水 然後又很討厭吃蔬菜的 我們其實就很簡單 你可以把它打成蔬果汁 所有的渣皮全部都打進去 尤其是針對1歲以上的小朋友 你如果想要有一點點甜味的話 加一點點蜂蜜也OK 如果你想要用一點 比較甜的水果去提味 像是蘋果 鳳梨 然後打西洋芹 紅蘿蔔 打這些小黃瓜的話 其實也都可以的 所以很重要就是水分 纖維 這些全部都要補充 就可以幫助我們小朋友 預防便秘的問題 又到了料理時間喔 那先歡迎我們現場的7位小朋友 哈囉 嗨 嗨 他們都長得很可愛耶 今天是甜甜圈主廚時間 會來哪一位主廚來教我們做菜呢 這個主廚是親子餐廳的主廚喔 而且聽說這家餐廳的食物 會讓小朋友看到都會 哇 哇 這麼驚訝啊 那我們趕快來歡迎秋秋老師 他們手 歡迎秋秋老師 哈囉 秋秋老師這邊請 好像有面首有見過耶 對耶 你不是那個 對啊 我現在是香師傅 秋秋老師其實我們認識很久了 我們以前是一起做兒童節目的 而且秋秋老師做過好多好多工作 對不對 對 主要的工作是 主要的工作是媽媽 媽媽 那後來她就是因為想要開親子 餐廳所以就去開了一間餐廳 為什麼那時候想要開餐廳 就是因為 常常帶小朋友去餐廳 但是因為小朋友很吵嘛 他會到處亂跑啊 那既然很多餐廳 不喜歡很吵的小朋友 那我就自己開一家 所以現在那邊有很吵嗎 週末的時候非常吵 可是是快樂的那個歡樂聲 是快樂的 太棒了 但最重要的是 聽說它有一道可以讓人家 哇 的菜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要帶給大家的 翱翔小飛機 哇 我們真的玩耶 那趕快來大主廚 起上菜 今天我們要做的這道菜 需要什麼材料呢 材料都在這邊囉 有豬肉 等一下 可不可以用小朋友的聲音 來介紹這個材料呢 我想聽 你要拿一種小朋友呢 你都會嗎 我 試試看啊 小男生 今天我們準備的有豬肉片 還有海帶 洋蔥 還有一些調味料 像這個是今天的主角 薑末 幹嘛 你怎麼了 好可愛 而且很好玩對不對 要再換一個 還有味醂 醬油 跟一點點糖喔 準備的材料有好多喔 覺得非常的多呢 對啊 大家有沒有很興奮喔 有 小朋友聽得很開心耶 那要怎麼做呢 趕快用老太婆的聲音來教我們 這樣會不會速度有點慢 不會不會 趕快來吧 好 我們就把那個豬肉片 先放到這個盆子裡啊 請我們的愛子小幫手 米粉甜 真厲害耶 所以隨時要變什麼聲音都可以 就是精神會錯亂 但是小朋友會很喜歡啦 對 我們可以買這種梅花肉 梅花肉 梅花肉 脂肪會多一點 所以會比較 口感會比較好 小朋友比較好吃 對 要不然你來聽啊 它全部又都吐出來是不是 太乾的話 對 浪費 好 然後我們加入我們的衛菱 衛菱 衛菱在哪一個 然後醬油也放進去 好的 然後把糖也放進去 糖 加糖 這是醃肉嗎 會稍微給它醃一下 對 我們今天是薑燒豬肉 所以一定要有薑 薑 艾子敢吃薑嗎 嗯 超常小朋友都不太敢吃醬 為什麼 因為有一種怪味道 真的嗎 因為我另外還有個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對 就是 加入蘋果泥 蘋果泥 會讓這個肉的口感 等一下吃起來會甜甜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艾子 繼續幫肉肉馬殺雞 那現在我要來熱油鍋囉 我們先來把洋蔥給它炒軟 把它香味炒出來 我很喜歡吃洋蔥耶 洋蔥 因為炒久了 好像就因為有甜味 對 我們這樣炒一炒 讓它你會覺得有些香味出來 有香味 洋蔥味 對 好 那我們請 很香喔 已經接受過馬殺雞的豬肉就位 謝謝 馬殺雞豬肉來了 報到 報到 怎麼把我放到油鍋裡 好 好香喔 有一種媽媽在做晚餐的感覺 對啦 趕快快吃飯啦 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 不要再出去玩了 趕快洗手吃飯了是不是 小朋友 討討你們 這是什麼 有誰知道 薑 答對了就是薑 你們敢吃薑的舉手 沒有人敢吃薑耶 可是跟我一起唸一次 1 2 3 薑 薑 薑裡面有粗纖維還有碳水化合物 以及 胡蘿蔔素 吃薑可以讓 預防你的手跟腳冰冷 而且可以暖暖我們的胃 保護我們的腸胃喔 所以爸爸媽媽知道 薑這個食材的用法了 以及對我們的好處 小朋友你們為什麼不敢吃薑 誰可以告訴我 薑有一個怪怪的味道 而且很辣 太辣了妳咧 不敢 為什麼不敢 因為太辣了 那我們趕快回去看 我們的球球老師 準備得怎麼樣囉 好 完成了 超好了耶 好 我們接下來要帶大家來做 布丁飯 布丁飯 對啊 有這個就要有一點飯嘛 對不對 很不錯喔 來 我們用這個 海帶便 然後我們拿那個 已經吃過的布丁盒 可以不用丟它 可以做很多事喔 真的喔 就用它的布丁盒的底部 去壓出來就對了 好 那我們這旁邊呢 準備一點這個滷汁 因為那個是生的啊 我們要先讓它就是煮熟嘛 有點味道 那我們就可以 用一點醬油啦 一點糖啊 好 加一點點醋 然後加一點水 把這個放進去 滾了就可以了 在煮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可以來拌飯囉 拌飯 對 我們拿一個碗 把飯放進去 好 把飯放進去 加一點玉米 玉米 那全部加嗎 還是一點點 三分之一 再加肉鬆 肉鬆 好 接下來我們把 美乃滋放進去 增加它的口感 滑滑的 像那個 魚飯糰啊 像飯糰一樣 對 然後你就把它拌勻這樣 好 那你在拌勻的過程中呢 我就來煎蛋皮囉 蛋皮是有點技術 唉唷 滿漂亮的耶 你真的要來煎第二個嗎 我確定啊 真的嗎 好 我是煎蛋皮高手耶 那我們現在先來包好了 怎麼包呢 就這樣對著 對著 再對著 這樣 變一個小三角形 對 好 放進來 哇 好特別喔 然後把飯這樣包進去 然後注意有個小撇步啊 就是先放進去的 你稍微往後面下面壓一點 這樣它才會到這個下面啊 它的形狀才會出來 那我們做這個布丁飯的話 最好是蛋皮是有一點溫度的 它會比較好塑形 比較漂亮嗎 對 如果它太涼的話 它就 比較硬了 就可以在家跟小朋友一起做啊 這也是很手工嘛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不要太貪心 好 可以了 好 那我們等一下擺盤 我們會把它全部都組裝 小家子 對 我完成一個 然後那個讓愛子做好 就是有肉肉也要有菜派啊 我們在家的媽媽可以就是想辦法 可以放前旁邊一點 過來 小朋友 我們店裡很多小朋友 很喜歡吃玉米粒 有時候媽媽說 可以給我一碗玉米嗎 這麼喜歡 可以甜甜的啊 給你一顆心愛心 謝謝 對不對 看起來配色很豐富 那個白這種風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這個布丁 我們看有沒有做成功 打開就知道對不對 打開就知道有沒有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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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需要 把它黏在上面 怎麼黏 你有膠水嗎 沒有 用美乃滋 沒有膠 你要用美乃滋也可以 我覺得這個 美乃滋也可以對不對 不是蛋包飯 那我們這個用美乃滋 美乃滋看看 對 好 黏看看 這樣有沒有像一個布丁 有 對啊 這樣是不是可以騙別人 好 我拿一點玉米來做裝飾 可以啊 我們最後可以自己做裝飾 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好 所以就是可以隨著你的食材 創意去變化 對 就可以做出一道很豐富 很豐盛的翱翔小飛機 對啊 你看有水果 有肉 還有飯 還有蔬菜 最重要的是它看起來很可口 是 小朋友你們覺得這樣好看嗎 好 很好看又很好吃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的翱翔小飛機 完成了 現在就是我們的 試吃時間 菜市場 很渺鹽 秋秋老師的翱翔小飛機 總共有1049大卡 如果媽媽一個人吃完 這道料理 燙衣服 需要500分鐘 但如果是唱歌 只需要249分鐘 就可以消耗完畢 美味開動 趕快來吃吃看 吃甜甜的味道 楊酥好好吃喔 真的喔 洋蔥甜一點 甜甜 什麼感覺 QQ的 有Feel 有Feel 有Feel的感覺 好新穎的說法 而且這個飯甜甜的 你們喜歡嗎 喜歡 那喜歡這道菜的請接手 決數過關 開拍手 喝了一口氣 球球老師 想不到你讓小朋友 都變得喜歡吃洋蔥跟薑 真棒 這就是我們做親子料理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動力 就讓小朋友比較怕吃的東西 讓他很喜歡吃 爸爸媽媽有學到一個好方法 讓他們可以把不敢吃的東西 都吸收到身體裡面 得到更多的營養和健康 下一次我們會教大家做 更多不一樣有趣的料理喔 所以要記得準時收看 料理甜甜圈 下次見 拜拜 我要把飯吃光光 謝謝老師 煮這個好吃的飯